negative 哈囉 大家好 我是Katherine 畫畫老頻道 那我們今天呢 來繼續我們的模擬失明室 新冒起飛系列 那我們就來繼續吧 真難得今天是好天氣呀 感覺啊 前幾天都是陰影綿綿 看到太陽真的還蠻高興 好我們看一下吧 我們的晨五在做什麼呢 我們的晨五在看電視 好吧 那我看一下喔 我們晨五的試鏡 是今天晚上7點 我們晨五有個愛情偶像劇的試鏡 希望能夠成功達成 好吧那在我們晨五去試鏡之前呢 我們再來做一部影片喔 我們來吧 等一下我們錢好少喔 我們錢呢只剩下379元了 我們怎麼那麼窮 因為我買了一個這個燻香蠟燭 這裡燻香台 然後我想說這個燻香台還蠻容易著火的嘛 所以我買了一個這個 煙霧警報器 這邊擺了一個 然後廚房也擺了一個 那這個煙霧警報器啊 還要配合了灑水系統 家財就一千塊了快一千塊 所以我們晨五能又沒有錢 好吧沒有關係錢再賺 那我們晨五能馬上來賺錢喔 我們先來這裡 拍一部新的影片好了 我看一下我們可以買新的道具嗎 我們可以幫我們直播台買個新的燈光 可是要235了 有點貴 還可以買新的相機 新的相機要500多塊 我們錢不夠 好那我買個新的燈光好了 哇 有這個環形的補光燈啊 超酷的 好啦幫我們來錄一部囉 對了我突然想到 我們晨五在開始錄影之前呢 我想要讓他用下這台無人機啊 這台無人機我們 我們買了就都還沒用到 這個無人機我們可以錄影 我們也可以直播 直播會加名氣 然後呢我們還可以 錄周遭環境的影像啊 可以錄鄰居的影像 感覺超詭異的 有種偷拍人家的險疑 我們還可以升級 可是我們好像木材不能升級 需要靈草技能 那我們還可以幫他取名字啊 原本名字叫 Drome無人機 我們要交成名字啊 你們會幫你們就叫的東西取名字嗎 我的話其實 我有的時候 會幫我周圍的一些 東西取名字 例如說的交通工具 好我想一下幫我取名叫什麼 好我決定了 我們要幫我們的 無人機的取名叫做 叫做什麼 幫我取個帥哥的名字好了 因為我們晨五是美女嘛 美女要配帥哥 好叫他EAN好了 好這台呢 這台粉紅色無人機呢 名字叫做EAN 好就這樣吧 好像在叫寵物的感覺 好買試一下喔 我們用這台先直播 我們試一下直播會怎麼樣呢 上次你們有人說啊 用這台直播會增加超多名氣 直接買試一下喔 哇好可怕 我總覺得有種 性命財產消威脅的感覺 他在看我們呢 眼球還眨來眨去 所以我們是 他會跟著我們走來走去嗎 會跟著我們過來嗎 我們可以一邊直播一邊拍一片嗎 我看一下喔 我們 我們來拍一部好了 產品的 新的 產品的開箱文 我們來一個 化妝品開箱 哇真的 那個東西會跟著我們啊 跑到前面囉 等一下 等一下喔 大家看 這台燈心 跑到我們呢 陳武的頭裡啊 變成頭盔了 怎麼這麼靈敏 這樣看像不像我們陳武的頭變這個樣子 人家戴著我們特大型的粉紅色安全帽 真的太詭異了啦 超可怕的 哇我們陳武呢 在試圖口紅 都塗到安全帽上了 是怎樣 好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陳武呢今天開箱的是 這個什麼 眼影盤 還有什麼BB霜 旁邊兩個呢 這個是膏狀腮紅 然後我們陳武的頭 依然套在這個安全帽裡 超詭異的 我們陳武說 我現在呢用的是 秋冬最流行的乾燥玫瑰色 但是你們可能看不出來 用我頭像被這個安全帽擋住了 不好意思 講究一下 然後上一個腮紅 再來一個打亮 真超詭異的 不是我要講 哇我們陳武直播直播呢 瞬間有了700個粉絲了 一次增加125個 真的還蠻好用的喔 然後我們的EAN要沒電了 對他要沒電了 然後開始 開始墜機 是怎樣 他沒電的時候好像喝醉酒喔 讓我想到啊 你們有看過那個 叫什麼 超級英雄天團嗎 我得忘了那部卡通名字了 就是演那個 白色很大隻那個 你們知道在說哪個吧 就是 你叫什麼 Baymax嗎 我得忘記他名字了 白色啊 然後很大隻那個 他不是美電的時候也像喝醉酒嗎 超有笑的 好我們這部影片呢 我們叫做 陳武的時尚日記 Day3 那我們影片描述要寫什麼呢 好 那我們影片描述呢 我們寫說 秋冬彩妝出世 跟著陳武就對了 然後hashtag 請無視我頭下的安全帽 真的是太有笑了 哇有囉 我們這段影片 那我們來編輯一下吧 我們有 這個是 陳武的時尚日記 Day3 今天拍的 然後呢 上一次拍的 欸上一次拍的我還沒有上傳喔 都忘記了 好 那麼陳武呢 來編輯影片喔 把之前拍的影片 還有今天拍的都編輯一下 然後等一下上傳 要不然我們今天快沒錢了 怎麼默默剩144 喔唷媽的這個DAN 對對對 差點忘了 我們等一下7點要試鏡啊 感覺沒辦法在試鏡之前 編輯完畢 而且啊 其實感覺很難得 我們陳武有這樣子的 獨處時光啊 感覺陳武就是 無限的敢通告喔 敢試鏡 然後交進應酬 當明星真的很累啊 好我們已經弄完那一部囉 那我們來上傳吧 這部編輯完畢的 我們就上傳囉 把這部上傳完畢 然後等一下呢 決定去試鏡 試鏡完畢之後呢 我們再編輯另外一部 好時間到了 我們陳武呢 去試鏡 希望能成功拿到這次的愛情偶像劇的 演員的位置啊 希望可以 走吧 陳武加油 你一定可以的 哇我們陳武試鏡成功了 超開心 然後等一下 那 這是誰 是明星嗎 我不是 好你隨便 好回家吧 我們陳武超累的 先過來這裡一上個廁所 然後把我們 找上路的那一部把它編輯一下好了 然後也上傳喔 過來編輯一下 我今天感覺啊 交進應酬的時間多了 其實自己獨處的時光 感覺蠻平靜的 就像現在這個樣子 我們陳武呢 在晚上的時候呢 安安靜靜的一個人躲在家裡 用電腦 感覺也是蠻享受的啊 偶爾讀取一下 原本總是在人群當中啊 要跟人家喝東西啊 吃東西 講那個講那個 感覺蠻累的喔 其實應酬也是很累的事情啊 好我順便看一下喔 我們陳武的愛情偶像劇呢 是 禮拜三 早上九點通告 那我們準備任務呢 第一個是要練習我們的 喜劇技能 第二個呢 我們要研究 浪漫挑逗的情緒啊 哇 果然是愛情偶像劇 好 我們上傳完畢了 那陳武呢 睡前呢 來打卡拍照一下吧 我們陳武呢 到這裡好了 這景色比較好 來過來這裡 我們陳武呢 到這裡 然後呢 點個火堆 點一下 趕快點 哇 都快累倒了 哇 這個氣氛不錯 好來喔 我們陳武呢 來 上傳一下IG 跟大家說 嗨粉絲們 我現在呢 悠閒坐在這裡 烤火喝飲料 這個就是我的生活 羨慕嗎 好啦 沒有啦 開玩笑的 就是我感覺啊 很多明星啊 名人 她們不是在社群媒體上 得要表現出她們最好的一面嗎 假裝過得很悠閒快樂 她其實本身累得要命這樣 所以我想說我們陳武呢 應該也不希望她粉絲看到她這麼累的一面吧 我們的水電費來了 水電費672 我們錢不夠 好 我弄一下自動燈光好了 感覺我們的錢有點不夠用啊 我們調錢自動燈光喔 這樣水電費可能會減少一些 好 陳武起床吧 起床之後呢 上個廁所 然後洗個澡 然後等一下呢 陳武的早餐 一樣 吃減肥餐 因為我們陳武去片場呢 都是高熱量的披薩 所以在家裡的時候呢 就吃一些 比較低熱量的東西 控制下飲食 那我們陳武吃優格喔 其實啊 不許我們陳武在吃優格 從我們 上一次的 平民百萬富翁系列裡 我們上 去那個有錢人家偷金庫那一次 我們也發現到啊 原來其他女明星 也都吃 只吃優格啊 原來他們要控制飲食啊 控制身材 對了 我們陳武的世界啊 跟我們上的 平民百萬富翁世界 是同步進行的喔 兩邊是 同一個世界同個存檔 好 那我們陳武呢 吃一下他的優格吧 然後過來這裡 看一下電視 好 那我們影片呢 拿到一些收益囉 我們陳武的影片有 賺了多少 144 然後87 73 好 老也不錯 好 那我們陳武吃飽囉 我們來練習下 我們通告說的東西好了 我們說要練習我們的喜劇技能 還有研究浪漫情緒喔 我們要找誰練習浪漫情緒 要不然我們陳武呢 找 找誰 我們陳武先找 浩勳好了 找男版閨蜜 找浩勳過來喔 我們陳武說 喂 浩勳嗎 你方便過來嗎 我要練習一下啊 我的通告說的東西 哇 說要馬上過來喔 好 太好了 好啊 過來了 超級迅速 哇 等一下 多爾 那個過期明星呢 打電話來邀請我們陳武去參加電玩節 參加宅宅節慶啊 喔 我們陳武要去嗎 其實我感覺啊 因為陳武很想要成名嘛 所以我感覺他應該想要去啊 可是呢 因為現在我們要練習我們的 我們的通告東西 感覺應該沒有時間過去啊 怎麼辦 好吧 算了 我就陳武要去喔 因為我們陳武的個性呢 有明星邀請 他不可能拒絕吧 好吧 浩勳對不起 下次再見了 我們陳武走囉 好 我們陳武跟這個 Thorne來到這個地方囉 那我們呢 要來比賽 來這邊電玩比賽一下 好 我看一下喔 哪邊可以比賽呢 我剛突然發現啊 來這裡參加比賽呢 也會增加名氣啊 所以還不錯 哇 等一下 今天誰 這不是導演嗎 怎麼這麼吵 好 我們陳武呢 等一下跟導演打個招呼喔 所以原來導演呢 他也是電玩的愛好者啊 這個還不錯 智趨相投 其實我感覺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這種感覺呢 我們陳武跟導演之間 好像有那麼一點點的曖昧關係 一點點 我覺得我們陳武啊 因為是第一個敢頂撞他的人 所以可能讓他印象深刻吧 然後之後呢 他可能慢慢欣賞到我們陳武的才華 所以可能有點心動這樣 然後跟我們來明星去哪一樓 怎麼消失 不要跟我們來明星呢 怎麼跑掉了 不是要邀請我們來的嗎 怎麼不見了 奇怪 真的啊明星消失了 還想說要跟他一起 練習一下演技 真的不見了 找不到他 我們陳武的駭客大賽 究竟能夠成功呢 能不能夠成功突破這個防火牆呢 好 我們結束囉 那我們還獲得點明星還不錯 好吧 既然我們的明星不見了 那我們陳武能跟導演練習喔 跟他來一個講好笑的吧 我們先練習好笑的東西 練習我們的喜劇 而且他導演今天還穿Cosplay衣服 也太好笑了吧 好 那我們陳武的喜劇技能練習完畢囉 我們接下來能練習浪漫技能呢 那我們陳武是不是跟導演說 導演 我們練習一下浪漫的演技好了 記住 這一切都是演戲而已 請不要當真 好 那來囉 我們陳武呢先剛來個搭訕 然後問他說 導演 你單身嗎 哇 陳武剛剛得知導演是單身的喔 太好了 陳武說 嘿導演 我覺得呢你眼睛非常的好看喔 記住 這一切都是演戲而已 不要當真 然後呢 陳武跟導演 然後呢 再什麼呢 互相交換LINE 互相交換LINE 後面那個金髮伟伟你想說 怎麼搞的 我比閃的眼睛好痛喔 哇 來一個飛吻 天吶 他媽清吻了呀 真的呀 天吶 這個是真的演戲 還是有點假戲珍重的成分 好 差不多差不多了 不可以繼續下去了 雖然說感覺啊 其實陳武跟導演 一直都有一點那個 一點點什麼 那種情愫在 一點點啦 而且導演呢 對於我們陳武而言 有一點 老實這樣的感覺吧 交到我們陳武演戲對不對 啟發者這樣的感覺 好 導演不要誤會喔 這一切都是為了派通告啊 絕對不是真的 好 那麼陳武走之前呢 過來這裡喝個飲料吧 快這裡喝一個什麼 可以幫大家點得到嗎 不行 沒有人在顧啊 哇 等一下突然發現 姚子奇在這裡唱歌啊 明星在這裡唱歌 怎麼好笑 好 我們陳武呢 等一下也過來這裡 看一下唱歌喔 這個情境也太剛好了吧 所以是姚子奇在這個嘴巴 駐唱啊 駐唱歌手啊 對不對 超級符合她的人設 真太剛好了 然後呢 我突然發現一個有趣的事情 因為我們陳武呢 現在是異星的明星 所以我們陳武呢 可以直接跟 姚子奇 來自我介紹啊 先來個歡樂自我介紹好了 因為他們星級同等了 所以可以直接互相講話 不像之前呢 我們陳武第一次在酒吧裡 遇到她的時候 不是不能講話嗎 只能像明星的樣子 跟要簽名啊 要合照 可是現在呢 因為我們陳武也是同等的 異星明星 所以我們陳武也可以跟同等的異星明星 直接認識直接講話 怎麼這麼現實啊 超現實的社會 哇 這個Thorn 又打電話來邀請我們陳武去酒吧了 今天下午還邀請我們來這電話節的時候放我們陳武鴿子啊 算了吧 這次我們不去了 我們陳武先C 我們陳武呢 還是有點大小姐脾氣的 好喝一下喔 真的感覺啊 我們陳武非常女主角光環的 感覺每個人都暗戀我們陳武 還是不是想太多了 太過自戀 自我感覺良好 對了 我們陳武的通告準備都準備好了 我們的喜劇準備好了 浪漫準備好了 那我們過來這裡聽一下喔 這個助唱歌手唱歌 好聽嗎 好像不怎麼好聽 剛剛姚子齊唱的也比較好聽 等一下有換我們陳武唱嗎 我們陳武要多少話經營 同時兼當演員的歌手 哇可以啊 我們陳武可以過來唱歌喔 那我們陳武呢 跟姚子齊唱一首好了 剛好人家是歌手嘛 一起唱一下 哇我們被搶先 好吧算了 等一下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趕人家走耶 太好笑了吧 好怪吧 過來這邊唱一下 不知道唱這歌會不會增加名氣啊 不知道 聽一下他們歌喉 我記得我沒有把他的聲音唱得這麼低沉啊 其實陳武的歌聲真真滿好聽的 不愧是 問我台的 史蒂喜姐姐 小朋友的最愛 雖然陳武呢 一直不願意承認他曾經演過 問我台的史蒂喜姐姐 我真覺得陳武的歌聲很好聽啊 可以轉戰歌手了 轉戰唱片界 好那我覺得差不多咯 我們陳武該回家咯 因為明天早上呢 我們陳武還要派通告 回去吧 今天過得超窮實的 那我們今天就完了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這部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呢 請幫忙按個讚 會給我很大的鼓勵喔 還有不要忘記訂閱 以及我訂閱的話呢 可以按訂閱旁邊的鈴鐺 就可以在我上傳影片的時候 收到通知咯 感謝收看 掰掰 發明文在 citibo 然後已經有給了 改進照片 來這裡 待 contents 我是